我們用強力的除油劑 先噴上去 然後再接下去 用刮刀來刮 戴著頭燈護目鏡 宣傳雨衣 慈濟志工全副武裝 清理大寮的排油煙機 洞口太小 要轉身 手要進去的話 會很累 去年有做過 所以今年會再帶一些 新的過來傳承 這叫做什麼 以渡 渡當渡 當渡 渡未渡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有 有精的來進來 我們在教他怎麼做 84歲的資深志工也不缺席 洗刷地板上的髒污 手腳利落 完全不輸給年輕人 志工黃建孝在中國大陸經商 才剛回台 就馬不停蹄前往花蓮 在集體生活當中 學會了進髓心轉 就能安住當下 因為三十幾個人肯定會有聲音的嘛 你接受了就不會那麼苦啊 所以這次慈濟志工 改變我 要學會融入啊 連續七年中區慈濟志工 每年歲末 都會回到禁絲經社大掃除 大家步步踏實做 守護心靈故鄉的一方淨土 過年快到了 我們把大寮打掃乾淨 因為這個大寮每天供應 我們很多志工跟師兄師姐 大家在這邊用餐 所以我們要把它打掃得乾乾淨淨 照顧大家的身體 身體多勞動 會命不懈戴 慈濟志工不說辛苦 能付出就是幸福 大愛新聞黃瑞娟 鄧明儀 花蓮報導